嗨,大家好,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呢,我就不去讲与国外相关的历史呀,文化呀,宗教啊 只想与朋友们来谈谈生活 我有大约四个月没有发过视频 那每天呢,也是偶尔打开头条看两眼 但更多的是专注于我自己的生活 那就是在这偶尔打开头条看几眼的时候 我总是会刷到一些比较上的视频 就是比较负能量的 比如谁被骗了多少钱 谁的房子断供拍卖了 谁负债几百万了 谁操股亏大了 或者谁躺平了 或者谁失业了 等等 我想大家应该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这让我炫入到了城市里面去 那真实的情况呢,我不得知 但是呢,我看了一些数据 那是不会说谎的 包括我和一些国内以前的同事聊天 好像的确也是这样子的 那过去这三年呢 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于刚刚步入中产的收入者来说 不得不降级消费 即使是没有遭遇到失业啊 降薪啊这些事情 但是也不敢乱消费 对于有钱人来说的话 可能也就是觉得赚钱 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但是不至于生活受到太大的影响 那最煎熬的呢 还是莫过于在三年前 就是低收入者的群体 这个低收入群体怎么划分呢 我觉得啊,得就自己的所处的城市去划分 比如你月薪三千 然后全家人生活在小城市里面 比如说一家三口吧 那养家糊口呢 可能刚刚好没有剩余 但也不至于揭不开锅 但是你三千块钱放在一线城市的话 你估计掏去这个房租啊 再去掉交通费啊 那其他的日杂消费的话 吃饭可能都不太够了吧 当然如果你不用掏房租的话 只要多一个孩子 你也是不够的 那据我所知呢 在一些小地方三千块钱的收入 还是挺普遍的 经过这三年的话 很多用人单位业绩呢 也开始变得不太景气 开始进行裁员 那尤其是当我看到不少视频的博主 是宝妈 那我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35岁左右的宝妈 有的还是两个孩子的宝妈 突然面临失业 老公的工资养活全家就有些吃力 那宝妈呢就开始失眠啊 焦虑啊 这种情况还是让人很心疼的 那各种情况吧 还有一些人为的骚操作 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就不多说了 我只表示同情 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 也可以给我留言 看看能不能帮助你们一下 那直接救济呢 是不太可能的 但就目前的情况下 为你们带来一点点信息 还是可以的 比如泽江的一位粉丝 问我新西兰的签证需要什么资料啊 或者在新西兰有什么样的工厂可以打工啊 那这个我可以简单的去解答你的 然后你要是上来跟我说 借几个W来花花 那不管是不是你接不开锅 我都不会理会的 因为我们非亲非故 那只是贫水相逢的这个朋友 网友 那么初步来的朋友呢 我能给什么建议呢 我想一下啊 那可以说说我的看法 去年呢 我就说过了 老粉丝应该还有印象 而且是在去年的四月份 还是三月份吧 我就提醒过 在未来的几年 不要轻易的去换工作 能够保证有一个持续正常的收入 那还有呢 就是如果没有重大的需求 不要轻易的买房买车 搞不好会是这个压死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你说一定要买房 然后不买的话 女孩就不跟我结婚了 那么你们两个人 你跟这个女孩子再商量一下 那开始呢 尽量买一个小平米的 够新婚两个人住就可以 一般呢 在六七十平米左右 那为什么是小平米呢 一是小平米的房子比较好出手 然后变现快 然后也可以出租 那第二呢 就是一旦价格跌幅大了 你的损失也会小很多 那有多套房产的 也可以考虑卖出一部分 那第三呢 就是首付 能多付就多付 不要带太多 带的太多 暂线拉的就越长 你前15年还的基本都是利息 那第四点呢 就是不要买七房 尽量买这个配套成熟的小区 学校啊 医院啊 都有的小区 看你自己的需求 那这样呢 不至于碰到烂尾 第五呢 就是手上 如果有点存款的话 建议换一部分 换一部分这个外汇 也不用存在银行里了 现钞放在家里面会比较好 第六点呢 就是家庭条件还可以的话 国内没有那么多牵挂 可以考虑出去走一走 这里呢 我就不多细说了 至于股票那些玩意呢 能不要碰就不要碰 那第七点呢 就是家里常年存有应急的药品 不要到时候抓虾 第八呢 在国内 在国内要管好自己的嘴 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有些人呢 可能觉得我说的有点过头了 我也没要求你一定要这么做 然后听不听呢 在乎你自己 我只是建议嘛 那全球大环境都不太好 没有谁是一直独秀的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 至于那种没有存款 也没有房财 什么都没有的 那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锻炼好身体 健健康康的 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 对身体也是负担 在碰上呢 这种便宜的食品呢 有很多这种食品安全问题 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好啦 这是我给关注我的粉丝一点建议 太深的话我就不讲了 有逻辑的人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